内政部长徐国勇今天下午到达云林县警察局发放慰问金,并视察县警局勤务工作,听取治安简报。 徐国勇指示云县警局应积极查其毒品,严办组织犯罪,年底选举为安,加强打诈与交通执法工作,并表示缉毒经费无上限,让云林成为安居乐业的好所在。 徐国勇首先为免远警同仁协助日前823岁灾的救灾工作,也转达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委陈英前感谢远警灾灾询务工作上的协助。 他也提及年底九合一选举并同公投,对于选前进化治安查会制报工作,尤其是防治黑道帮派嫁及政党民意从事不法活动,都需要同仁积极全力投入,务必做好治安维护极端正选风。 徐国勇说,自次选举活动期间很长,开票作业更可能超过半夜,徐部长提醒远警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,避免过度劳累。 同时他也强调政府反毒决心,宣示毒品零容忍,强调防止毒品经费无上限,可透过治安座谈会宣导安居专案警方作为。 云林县警察局长黄世青表示,县警局将全力查会制报,遏止选举暴力与枪击案件发生,也会扩大追查枪支源头,采用第三方警政策略打击帮派犯罪集团或不法行业, 也会集邮安居专案邮政通报网的执行,向上溯源,溯清毒品犯罪,全力查期制毒工厂。 内政部长徐国勇今天下午到达云林县警察局发放慰问金,并视察陷警局勤务工作,听取治安检报。 记者邱毅能翻射。 分享。 内政部长徐国勇今天下午到达云林县警察局发放慰问金,并视察陷警局勤务工作,听取治安检报。 记者邱毅能翻射。 分享。